我認為他後發先制 那他嘲笑讓他嘲笑嘛 北斗定位不是成功了嗎 當初的話 中國大陸是沒有GPS的 中國大陸的GPS是參考美國 美國一條就造成非常大的誤差 他今天如果把 把這個北京調到哈爾濱呢 是不是可以造成這方面的錯覺 所以那是不是因為美國有GPS 中國大陸就不要開放 就試用美國的GPS就好了 不可以 因為掌控權是在美國 那現在中國大陸有北斗了 他這方面的掌控權 就在中國大陸上面 而且後發的優勢就來了 這個GPS的他的這個精度 就沒有北斗的精度來的高 因為這後發的優勢不是就來了 甚至美國的 陸海空軍包 海軍陸戰隊 他的一些武器系統 可能還參考美國的大陸的北斗 北斗定位 是這個樣子 因為後發有後發的精度 後發的優勢 我們看手機是不是後來做的 綫號越高的 他的體積越小 但是他的儲存量越高 這是摩爾定律嗎 同樣新年也是半導體 也是芯片 他也有摩爾定律 你後面一定要做 最重要是掌握的主動權 別人 別人想要去干擾 對不起 我有風包 我這方面我有加密 你可以避免被干擾 但是你如果使用到別人的狀況之下 別人要干擾你 別人要控制你 那是輕而易舉 但是你如果是自主性 這個就強調的是自主性 你自主性高 那這樣子 那你造成 你可以掌握的主動性就強 自主性跟主動性是相相關 相連 正相關 這個很清楚 而且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中國大陸的 要是遷返計劃 他這個 他這個我們所謂的低延時 我們有時候你要知道 你這一顆換這一顆的時候 你感覺到好像在切換 切換狀況下 你的收訊不是那麼好 因為他在切換 但是你密度夠高的時候 根本你感覺不到他在切換 因為人造衛星 他走過去的 他的每一秒是7.9公里 速度很快 每一秒鐘是7.9公里的速度在跑 但是他在太空當中 但是他要做交接 從這個換到另外一顆 他整個就全涵蓋了 你密度要夠高 你就感覺不到他的低延時 就很快就銜接 你不會感覺到他的Lag 就是那種 有點延後 滯後 有點延後 你感覺不出來 幾乎是沒有時差了 沒有秒差了 你可以感覺到出來 你如果說高鐵打手機 你在大陸抓高鐵打手機 他感覺到你好像在 有時候會感覺到在 他這個就是延時 因為他在換下一個台 在跟你做串接 他會自動轉換 你也不用 他完全都是自動的了 自動化轉換 但是你問題是你有 你有延時感覺 那現在中國大陸密度 密度要高 因為到2030年 中國大陸預計在 2030年要將近一萬顆 你現在2020還有6年7年的時間 你每一年 打300顆 你7年就打2萬 你每年打300 你7年的7、3、2、1不是嗎 你就打了2萬顆不是嗎 你2030年現在距離大概只有6年 一年300顆368 可以打1萬多顆啊 但是你不見得能夠統統趕上 一年真的能夠打300顆嗎 所以要一見36星 你一見36星 你一年打5顆好了 你36星的話 大概也就180 180 180顆你乘以6年 乘以180 也只不過 也沒有到達 有將近1萬顆 也沒有到達1萬 將近1萬顆 你才能夠涵涵量 馬斯克是要打2萬9千988顆啊 他都是 現在沒有一顆打的 都是一見多星啊 一定是這個 那你大家來看 那你放的優序在哪裡 中國大陸放的優序 一定聚焦在中國大陸跟 印度太平洋地區 歐洲或者是非洲 南極跟北極那在次之嘛 印度洋次之嘛 因為距離遠了嘛 你 參考北斗 當初放的優序 也是在中國大陸嘛 在北半球嘛 後來才 遞延到南半球 這有優序的 那同樣的 你參考北斗 這一個 千帆星鏈計畫 也是有優序的 要不然能夠實現看 大陸在這方面的投資 我認為投資是重要的 而且他能不能實現有關鍵 可不可以由一件18星到 擴展到一件36星 上去 因為現在都已經為衛星 小型衛星了 小型化了 那你如果能夠乘以2 由18變成36 那當然就省事多了 中國大陸現在來看的話 他的 他的太空技術 他的衛星技術 你看包含天空 太空站 包含 神舟18 19 你往回推的話 171615來看 他在這方面有他一定的可靠度 那他就 發射了這個千帆星鏈計畫 這方面的 這種可靠度跟他的成功率 我想 也是到達大概9成 9成以上 那這樣子的話 那 他的 只要肯投資 肯發揮這個錢 看要怎麼樣去使用 因為這個商業行為 總要使用者付費 那他如果考量到這一方面 他的預算 還有他的經濟效益 能夠達到 他的成本 那當然他就要積極來開發 我判斷 就算是2030年能夠達到1萬顆 我認為 只要他有這方面的決心 我認為不困難 而且要盡早 為什麼 因為馬斯克也在做啊 他會搶佔戰略高地啊 原來上 回到原點 太空的 目前的禁足的原則 就是先佔原則 就跟到月球一樣 誰能夠先佔 那你要去他們佔建基地啊 但是所費不支啊 發揮的錢 不是幾億幾十億都上百億 人民幣的 這不是幾億幾十億能夠解決的 那大家先佔 就是這樣 不能說我還沒有先佔 你就劃地皮 你劃邊界 怎麼可能 你根本都沒有上去你劃什麼 大家上去都要建基地 你可以劃嘛 這是你的領地 這是先佔原則 原則上 這個遷凡新戀計劃也是以 以先佔原則 但是馬斯克已經先走了 所以中國大陸看著馬斯克的腳步來走 未必 不會達到 後來居上 你有後來居上 為什麼 你的精度更高啊 你的頻寬更寬啊 你的岩石 更讓人家沒有這個岩石差 你可以按照這樣子來 你可以後來居上 畢竟 可以參考前面的技術 前面的缺點 做後面缺失的改正 那不是就更精進了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打仗的時候啊 通信跟指揮非常重要 你要怎麼樣去下達命令 下達指令 要一些相關的 你上 下勤要上達 下勤 那個上面的這些命令要能夠下達 你這方面的完全是靠通信 但是我們知道 你地面上的這些基地台 可能都被摧毀了 那你要靠什麼 信念 信念在太空 你怎麼 你就沒辦法摧毀 因為他是在太空 沒有任何障礙 地面上 你除了被摧毀之外 如果你的發電站 輸電設施受摧毀了 你就算是地面的 這些發射台是好的 但是沒有電力 你也是沒辦法做運作 所以地面上的運作 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裝備是好 第二個電力是暢通 但是打仗 兩個都要好的狀況之下 非常困難 那只有靠太空靠信念 那信念 他 這個 我們知道這些相關的 通信衛星 他是全時20小時 而且他有 太空有太陽能板 他是在電力上沒有問題 而且他是太空制高一點 你要摧毀他 也有相當的困難度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們知道信念 為什麼 是有他的一個價值 跟他戰場的功能 那平常的時候是做商業用途 那打仗的時候 軍事用途 軍事的價值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要從這方面來看 為什麼馬斯克這個SpaceX 他用這些信念 他的軌道的高度都是低軌 大概就是482公里 因為你低軌 你的信號強度就會強 2000公里以下都叫低軌 但是你越高 他的信號會越微弱 那在低軌的狀況之下 480公里 應該是他黃金的高度 最好 不高也不暗 你如果太低的話 你低到200公里的高 距地200公里高度 雖然信號很強 但是微重力開始產生 會造成你的困擾 微重力產生的話 你要調整軌道 就要靠你的動力了 他都會慢慢 經過時間 他會慢慢就會下 因為有微重力的關係 慢慢下來 你要把它調整回去 你把它調整回去變成這樣 但是在482公里 這個高度是最理想 而且 他的頻寬也夠 你越高的時候 頻寬越低 我們知道 因為你太高了 到2000公里的高度 是不是比較好 未必 因為你的頻寬 就變窄了 你的寬帶 你所能夠 我們講的涵蓋面 我們現在的涵蓋面就小 是這樣 所以你要考量到很多的狀況 這是太空的 你的這個 這個頻寬帶 就小了 所以我們知道 所以中國大陸在最近 這幾年 對 這個 我們所講的 千帆 千帆星座計畫 這個也是一個 中國版的星鏈 也就 也就非常的積極 因為這個扯到兩個因素 第一個 先占原則 太空中的 這個沒有說誰是誰的 但是我們 那實際上沒有誰是誰的 那先占原則 那馬斯克已經先占了 但是他先占的是先占一部分 先占一部分的話 你現在 是不是還有這些 那麼大的空間 你是不是要去 搶先去占到 先占原則 第二個 評寬原則 你先占有這個評寬 你就先放這個評寬 你就先使用這個評寬 那別人要用的時候 是使用要區隔 你是KU評寬呢 還是KA評寬 你要區隔開來 不然會相互干擾 那你先占 你的評寬已經確定了 後占的人 他為了怕被干擾 他要用另外一個評寬帶 他要做區隔 要不然彼此干擾 所以有兩個原則 一個先占原則 第二個評寬原則 這兩個都要領先取得 是這個意思 中國的心念 是因為 他是後發 你後發先制 但是問題是 中國本來的心念 他只是從 從中國大陸開始 所以在這一方面的話 馬斯克已經 幾乎 幾乎 這個 局部涵蓋了 那個 中國大陸現在是點的涵蓋 那你就知道 現在馬斯克不是在美國在用 在歐洲戰場 在烏克蘭都在用 以色列在用 他現在是局部在用 那中國大陸是點在用 因為他中國大陸才起步 才起步 2023年起步 現在2024年 那明年2025年就要變成 現在還是一件18星 2025年開始 因為技術的感 這個大家知道 越來越精巧 越來越精緻 奈米技術越來越成熟 那一件36星 他的涵蓋量就越來越擴散 有點到面的擴散 是這個樣 那馬斯克 因為他的 我們叫獵鷹9號 獵鷹9號已經很成熟了 他每次載的 一上去的話 都是100顆到200顆 這方面的步放 因為獵鷹9號它是巨型的 那我們是靠了 這個我們講的長針系列 那他是獵鷹系列 不一樣 但是他的載重量是比 中國大陸來的載重量要大 要高 是這樣 那中國大陸有後發的優勢 就是說 你看看 中國大陸的北斗 就會比美國的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來的精確 因為你後面的話 你會參考做前面的 然後做校正 然後技術又比 技術相關的零件組件 又比以前更先進 所以他的精度越來越高 是這個意思 然後 然後中國大陸的千帆星座 他的體積重量會相對的減少 那他的涵蓋的這個頻光 會相對 跟他的信號強度會相對於較強 還有這方面的後發有後發的優勢 可以參考前面的 那你要自軌 是不是要自軌到482公里 去地482公里 你自己調整 對不對 太空那麼大 那你自己去調整 你看自己調整 大家先站嘛 不要互相干擾 你的軌道不要互相干擾 頻寬 頻率 不要互相干擾 大家要這樣 但是你現在一定要發射 為什麼 你不發射 馬斯克他繼續站 你後來的時候 你要站在什麼地方 你頻寬會干擾的話 你說要做什麼區隔 是要這樣的 那他不會讓你嘛 那很簡單 你現在他還沒有成熟 他只有達10分之1 我剛剛講 現在目前 馬斯克所能達到 只有10分之1 還有10分之9沒有 還在陸陸續續做 那可以 那現在來做的話 也不嫌遲 而且 一件36星也是後起 後起之袖 急起之追 也有這方面後發的優勢 那還好 畢竟有些這些太空垃圾 這些人造衛星 有的會失控 脫離軌道了 因為他 他也要受到地球為重力 雖然非常的小 是在這太空當中 但是還是有微重力啊 你不調整 他慢慢會 會往低軌走啊 那這樣會不會撞到 會撞到 當然太空是立體的 有上下左右前後 但是這方面的風險 太空的風險是完全沒有辦法避免 沒有零的可能 是存在的 但是我們知道太空站 天空太空站高度的話 我沒有記錯是282公里 他屬於低軌 282公里 那這個星鏈一般來講是放在480公里 是有他的一個高度差 但是問題是 有的人道瘟疫會失控 會跑掉了 會跑掉的話 那會跑掉 如果是互相撞擊碰撞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在空中 太空有 空中有可能碰撞 太空中也有可能碰撞 碰撞之後 會造成更多的碎片 可能幾千幾萬個碎片就出來了 那幾千幾萬碎片 它是四面八方擴散 那速度很快 但是大家都是同樣 大家都知道同樣的軌道 相對速度相對較小 你同向嘛 相對速度就小 你如果是逆向 結果我們要高中的對向過來 那相對速度非常的大 跟大家都同向 雖然速度非常高 大家都同向 但是還是會造成 傷害 所以我們看到 為什麼太空人要出去外面 要修復 被打到了 要把它修復啊 有被小東西 大家知道那個太空的碎片 也都是非常的小 但是 那打到也不得了 因為太空東西都是比較輕的嘛 不是那種 到現在太空沒有防彈的 都是輕裝嘛 因為它太空運上去 都非常的 成本都非常的高 太空就是三高啊 高科技 高成本 高風險 他都有這三個特性啊 那你 你是高風險能夠避免嗎 沒有辦法百分之百避免 這方面的風險 永遠 一定 存在 那你要看 怎麼去防範 我認為是競爭的態度 因為他是 因為馬斯克他畢竟不是政府 他是一個民間 民間的這一方面的 這個商業 商業講求 搶求的是利潤 那馬斯克講求的是利潤 他能夠獲得多少 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 那中國大陸的遷返信念計畫出來了 當然會搶掉馬斯克一部分的 這方面的生意啊 是這個呀 那馬斯克這方面的商業的收益 當然就減少了 那中國大陸就就拿去 大家就 看誰的比較成熟 誰的頻寬夠 充分 然後誰的 這個以 岩石的 這種差距 縮小到沒有感覺 就變成全覆蓋 我們講講全覆蓋好了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 就會有競爭性 那競爭性的話 這價格就要壓低 精度要提高 價格就要壓低 就跟台灣現在 你包含遠傳電信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等等 那麼多他也來競爭 那競爭在哪裡 大家把價格這樣拉低 才能吸引 消費者來使用 如果你價格沒壓力 大家換 換廠家了 是這樣 所以 本來是獨門生意 現在變成競爭生意 本來是獨佔 那現在變成寡佔 走向寡佔市場 因為這個我講過了 這是高成本 高風險 高科技 不是每一國家都能夠做的 現在全球定位系統 也只有美國GPS 中國大陸北斗 還有俄羅斯的 還有歐洲的corona 大家很清楚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 那個 俄羅斯的corona 還有歐洲的 系統 就四大系統 而且歐洲那麼多國家 只能成立一個系統而已 那也就是說 這個成本是非常的高 然後 那你就要按照你的收益 那本益比在哪裡 因為有 第二個 全球第二個出來了 就是千帆信念計畫出來了 那大家來 來比 大家 比價格 來比可靠度 對 這樣的話 由獨門生意 產生了一個對手 那馬斯克在這一方面 當然也 他有感受到商業壓力 而且這些 這些不管是信念計畫 或者是我們所講的千帆信念 這個都有軍事上 非常大的價值 打仗的時候基地台 沒了 電力廠 電網 被報廢了 只剩下信念 那你要去打這些 人造衛星沒那麼簡單 他不是幾顆的 他是幾千顆 不滿的話是13萬顆 那你怎麼要去打 你可以打一部分 你又能夠消滅多少 對不對 你要硬殺還是軟殺 你軟殺他還是功能是存在的 你要硬殺 你要多少衛星 所以我們來看 那這個在戰爭上的價值非常的高 如果星鏈配合 北斗 那你又有定位 又有通信 那你整個指揮管制通信聯絡 包含偵查 徵收 也包含 也包含的 這個 我們所講到的 這種 徵兆 那都有這方面的功能 那你這樣的話 打上的話不是 這個指管通勤 勤兼徵的系統 完全建制完成了 而且是從太空中 來控制 所以太空 他是戰略制高點 是高邊疆 是大家現在 都在爭取的 所以 中國在這方面也要積極直追 所以才會有遷返信念計畫 開始啟動 而且 為什麼急著要一件18星 要提升到一件36星 因為他有這方面的緊迫度 沒有這方面緊迫度 幹嘛要重型的 這長針系列是固定的 那你這樣要去布 要去布陣這些 那你當然要考量到技術上的提升 跟重量上的減輕 還有效率的提高 所以考量是方方面面的 我們想到的只是一個使用 但是他所想到的不是 也包括的商業 也包括了軍事 也包括科技的成分在裡面 那考量的是非常的複雜的 沒有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單純 我認為不會 大家各走各的 你說 美國對北斗定位有沒有打壓 你打壓 他也打壓你 你兩個都受傷 馬斯克為了賺錢 他才不會去打壓 當他打壓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也會打壓他 國家會 商人不會 商人只會大家來 大家一路均沾 你分你的我 我們兩個雙贏 賺這個多錢 大家荷包滿滿 他是這樣 他是以商業為第一考量 什麼國家安全 什麼軍事 那大家付錢嘛 是這個樣 大家付錢 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是這個樣 所以 說馬斯克不會打壓 打壓千帆新年 只會提高馬斯克的危機感 跟他的競爭的姿態 他會這個樣 他的效率可能要更高 他的涵蓋要更廣 他的岩石要更短 他的頻寬要更 要更高 覆蓋率要更廣 更全面 他考量是這一個 他更好用 那這樣子 更廉價 是這個樣 而且不要忘了 還要有替代性 因為衛星上去不是就可以一勞永逸 你這個衛星是會故障 你要怎麼替代性 要怎麼補牆 有的東西還要回收 你不回收的話 你當然不要它了 但是你要去補 你今天壞了20顆 你明年壞了200顆 你都要去補 你不補的話會造成空檔變大 你要去補這些儀缺 或者叫馬斯克考量的 絕對以上業第一為優先 軍事國防跟區域安全 那是馬斯克的次資 但是你要去付錢 使用者付費 這個牽牌新链計劃 畢竟會將來 會搶失馬斯克的大筆 這是一定的 他的客戶 絕對會搶到馬斯克一部分 那馬斯克 那馬斯克也只能來 賺的錢比較少 他會有損失嗎 我認為他不會損失 只是賺多賺少的問題 我認為馬斯克是不會 在這一方面是不會虧錢的 那就是只管通勤跟倉通 那這樣的話 現在打仗的話 他幾乎沒有死角 因為他如果是要攻台的話 他當然有軍事價值 他可不可以使用台灣的基地台 台灣基地台破壞了 他要獨立的通信系統 那獨立通信系統靠什麼 就靠信念了 你不能用台灣的 所以這都要靠自己的主動性 那台灣已經破壞 台灣已經炸掉了 那通信在哪裡 通信當然要靠信念 那你如果是靠馬斯克的信念 那馬斯克你關掉你怎麼辦 你跟蝦子一樣 但是你有信念了又不一樣 馬斯克關掉我用我都可以吧 就不能這樣 所以他有這個補償性 那補償性的話 看中國大陸的涵蓋率跟他目前 所發射的 相關的遷返信念 看到達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數量 要從這方面來看 對不對 要從這方面來看 對中國大陸我認為他會加速 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東西 是早收清單 你越早一點點啟動 你又早收清單 如果是晚使用的時候 你早收清單就變少 為什麼 別人已經把這紅利拿走了 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會很積極 我判斷他會很積極 因為你往後 他的投資報酬 會降低 那你幹嘛不早點 因為 因為這是我們講到的先發優勢 我先發優勢 我先有 我先有 就跟你 你今天 用了這一個Zoom 或用Skype 你會先用 你用習慣 你也就用他了 那這就是早收清單 你要不要換 你可以換 但是你不習慣 你不習慣他的系統 你不習慣他的這些程式語言 你不習慣他的操作模式 以及使用方式 你都不習慣 那這個先戰利益就出來了 所以中國大陸為什麼要趕快 因為 現在是 我們講到現在是 啟蒙時代 是正在開發的時候 廣泛使用的時候 那這時候剛好就利用這些時候 趕快 有後發的優勢 還存在他市場的 非常大的空間 我都認為這個趨勢是很明朗 競爭是會越來越熱烈 但是大家各有各的市場 各有 各的user 就是使用者 各有各的功能 還有各有各的目的 就跟 美國 美國用臉書 用什麼 中國大陸用微信 大家各有各的優勢 對 連這個微信出來了 有沒有造成臉書 這方面的損傷 也沒有 所以 遷返信念計畫 是並沒有損傷到 我們所謂的信念 馬斯克的信念 沒有 大家各走各的 各有各的客戶 各有各的利基 各有各的頻寬 各有各的技術 是這樣 會不會造成馬斯克的損失 馬斯克只是市場變小了 他繼續保佑他原來的市場 而同時他在開發他新的產品 將來不是光只是用一些 指揮管制通信 包含 包含將來的自動化 加護的這種 各種自動化的系統 通通透過 新鍊 或者遷返信念計畫 各用各的 各級管 管制各自的 家裡面的所有家電用品 包含電視 包含 這些機器人 包含 這些長照 老年人的狀況 都靠這些信念去做鏈結 他可以滲入到你 生活上每一個領域 從出生到 到長照 甚至到疾病 他都可以透過這一方面的話 做鏈結 做技術的分享 資訊的鏈結 可能在遠方就可以提供 一些相關的舊父上面的資訊 馬上都提供 你不要到現場去 他到馬上提供這要怎麼來做 要究竟的話 到哪一個醫院是最近 他馬上就告訴你 然後這個 生這個病可能不是最近 可能到另外一個縣市 跨區 又不一樣 所以在緊急狀況之下 他提供的資訊是非常廣泛的 從出生 到老年 你可能到時候要遇待他